今天是民國99年的雙十國慶 長長久久又這個十全十美 看上這樣的意涵呢 全台灣今年統計有2527對的新人 就選在今天結婚了 是平常的八倍之多 十分了 好各位我們一起來倒數 十點十分一到 雙唇硬下見證 31對新人 可是親的難分難捨 我一輩子都愛你哦 有人聽到發出聲音 有人站著親服後還抱著來親 還有人聽到幸福的眼淚也都流了下來 因為這是我們第一次去留會的日子 所以我選擇在這天 跟他習慣過度一生 我覺得這個意義很重大哦 因為今天又是國慶日 然後又是雙十月十二 然後又是九點 九十九年啦 所以我們公司取的這個日子非常好 這位新郎50歲才在公司找到 真愛今天三十一對新人當中就六對都是員工 不過電信業者三十年來 頭一招來幫員工辦集團婚禮 選在十月十號這一天代表幸福九九 外加十全十美 而且還特別找來十台的哈雷機車來當前導車 還有三十六輛的黃色工程車也來迎娶 旁邊真的夠壯觀 重要的是今天結婚的人還真不少 平常日只有三百四十三對來結婚 九月九號日記夠特別 就有六千零六十三對 等於是今天的二十倍來結婚 十月十號今天預估更是有兩千五百多對 是平常的八倍 結婚的人多 連結婚紀念日恐怕想忘記都很難 中天新聞高博眼望具精采榜報導